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韩国总统文在寅25号出席朝鲜战争7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 他强调韩国无意将自己制度强加给朝鲜 而朝鲜同一天也发布了上万字的报告 称朝美新加坡峰会之后 美国对朝鲜的敌视政策有增无减 中国驻印度大使孙卫东接受印度媒体专访时表示 近期的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完全是由印方挑起 责任不在中方 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稳定可控 中方期待印方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继续为他的白宫回忆录宣传 接受各大媒体访问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女性女党人相处有困难 经常分不清个人交情和国家关系 他还批评特朗普无知 俄罗斯25号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修宪公投 如果公投获得通过 普京在2024年第四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还可以再决逐担任两届总统掌权直到2036年 普京要求必须保证公投结果真实合法 当五假期期间内地的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等多个省份 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严重水灾 大量房屋道路被淹 而目前各地救援队伍正在全力地排除险情 转移就受困民众 今天头条等你一起来关注到 韩国总统文在寅25号晚上出席朝鲜战争70周年纪念活动 并且发表讲话 强调韩国军方将会严阵以待 坚决捍卫国家的每一寸领土 而文在寅还强调 韩方无意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朝方 今后仍将会继续寻找韩朝和和共生之路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致辞时表示 韩朝的制度竞争早已结束 朝鲜战争70周年纪念活动 于当地时间25号晚8点20分 在韩国经济道城南市首尔机场举行 主题是向英雄致敬 韩方有工人士和遗述 政府官员等300多人出席活动 演讲前 文在寅亲自在机场迎接朝鲜战争期间 在朝鲜境内阵亡的147具韩军遗骸 这些遗骸上世纪90年代在朝鲜境内被发掘 之后移送到夏威夷 经韩美两国联合鉴定是韩军遗骸 24号空运回韩国 文在寅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郑警道 向13名核实身份的韩军 以及美军阵亡军人授予参战其章 向参战老兵家属及阵亡军人遗述 授予武功勋章 而在同一天 朝鲜外务省裁军和和平研究所 发布一份上万字的报告称 自2018年朝美首脑新加坡会谈以来 美国针对朝鲜采取的核威胁 核敌视政策有增无减 美国非但没有回应朝方终止核试验 与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等措施 反而实施了联合军演 部署尖端战略武器 试射各种导弹等军事威胁 照此下去 难保不会爆发第二场朝鲜战争 为此朝鲜将继续壮大力量 在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绝不退缩 以遏制来自美国的核威胁 对于这份报告的发刊理由 研究所表示 希望借此向全世界揭示 1950年美国引发朝鲜战争的真相 揭露美国对朝政策的侵略和掠夺性 这给朝鲜民族带来了巨大痛苦和不幸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宋中平先生 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本子早 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 那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之下 以及就目前的朝韩局势来看 您怎么来看半岛的未来局势发展呢 确实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了70周年 到现在和平还是遥遥无期 那么由于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的话 朝鲜半岛现在还是处在战争阶段 这就是一个目前的现状 那么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因素 我们总是在说朝鲜半岛问题 说白了它就是美朝关系问题 那么韩朝关系实际上在整个朝鲜半岛关系里面 它是美朝关系的一个附属品 所以有些时候你看韩国跟朝鲜 达成了一些协议 签署了一些声明 包括平壤声明 板门店声明 但是都没有办法落实 就在于韩国是希望和朝鲜发展经济关系 发展政治关系 但是撤走于美国 最后呢也就无果而终 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导致朝鲜对韩国越来越失望 相互之间的信任感越来越低 那么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 美朝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 你像金正恩和特朗普已经见了三面 而且在新加坡包括在河内也进行了两次谈判 但是谈判的结果并不理想 尤其是美国在新加坡谈判之后的话 尽管口头上答应了一些条件 但是呢根本没有履行 这就导致朝鲜对美国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加深 而且朝鲜在和美国进行会谈的前后 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至少河岛的试验都完全停止 包括也没有再搞其他更多的一些军事活动 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半岛谈判和平前景 但是美国并没有投桃暴力 不仅仅如此 而且还在有一些问题上变本加厉 包括对朝鲜的制裁根本就没有放松 而且美国自身又收紧了对朝鲜的制裁 所以朝鲜呢对美国也是非常的失望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迟迟不能到来 是好的感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 另外再来关注到中国驻印度大使孙伟东 25号接受了印度媒体的专访 他表示近期的中印加勒万河谷事件完全是由印方挑起 责任不在中方 他也说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是稳定可控 中方期待印方可以以实际行动来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孙伟东在接受印度最大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专访时表示 这次事件的是非取值十分清楚 责任不在中方 印方越线挑衅并攻击中方边防部队 严重违背两国有关边境问题达成的协议 也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要求印方开展彻底调查 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挑衅举动 确保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 孙伟东表示 当前中印正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行沟通 缓和事态 中印双方有意愿也有能力妥善管控分歧 目前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总体是稳定的 可控的 中方期待印方避免采取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举动 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地区稳定 孙伟东并说 相互猜忌相互摩擦是邪路 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中方愿与印方一道努力 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精神的指导下 妥善处理当前事态 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凤红一世综合不到 好 去下广告下一节环球聚焦 等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俄罗斯在25号 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修宪公投 如果公投获得通过 普京在2024年第四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后 还可以再决逐担任两届总统 掌权直到2036年 而普京表示要确保公投的真实合法 在莫斯科的一个投票站 负责人科诺诺瓦表示 由于投票时间长达7天 现在不好估计投票率有多少 莫斯科以东2000公里的乌拉尔山区 票站外张贴的海报上写着 全额投票7月1号我们的决定 这次修宪由普京提出 原定4月22号公投 但由于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推迟到7月1号 也因为疫情要疏导人流 就提前在6月25号开放票站投票 选务人员全副防护套装 投票者也大多佩戴口罩 有的票站设在户外 也有投票在货轮上进行 普京在与监督这次投票的团体 公民商会进行视讯会议时 要求必须保证公投结果真实合法 这次修宪是俄罗斯现行宪法 自1993年定立以来的首次修改 内容包括禁止同性婚姻 养老金支出和最低工资的保障等 但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将现任 或前任总统的任期借数归零 以便他们在2024年可以再选及连任 反对派认为这次修宪公投非法 但对是投下反对票 还是抵制投票却有分歧 部分媒体报道 在莫斯科有人既登记了网上投票 又能到票站投票 俄罗斯中选会指 报道中的双重投票是挑衅 官方民调预计将会有 67%至71%的选民投票赞成修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前曾经表示 将会削减驻德国美军到25000人 并且有可能把部分从德国撤出的美军 部署到波兰 而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最新就表示 说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美国驻欧洲军队 最终的一个部署情况 那在必要时 俄罗斯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确保俄罗斯的国防和安全的合法利益 另外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他继续为他的白宫回忆录宣传 接受各大媒体的访问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女性领导人 相处有困难 经常是分不清个人交情和国家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英国前首相特雷沙梅 手牵手一幕 让人印象深刻 但两人原来只是貌合神离 博尔顿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 两人政治作风非常不同 特朗普说话滔滔不绝 特雷沙梅则点到为止 两人交流不多 类似情况也在特朗普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互动中出现 对问到特朗普是否为性别主义者 对问特朗普是否为性别主义者 对问特朗普是否为性别主义者 博尔顿承认经常陷入这个窘境 不过他认为特朗普跟许多男性领导人的关系也不怎么好 博尔顿在访问中还批评特朗普无知 内政方面 博尔顿抨击特朗普拒绝听取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坏消息 在他的领导下 国内种族矛盾也更加严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 先来看到香港电台网页的一则消息 美国白宫最新宣布 说总统特朗普将会按照原定的计划 在周末前往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不会理会隔离检疫的规定 而特朗普在这周二也曾经前往了亚利桑那州的发表演讲 但是当地的新增病例的数字 在之后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上升 另外再来看到香港明报的消息 美国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 还是不断的反弹 单日确诊人数创出了4月份以来的新高 但是总统特朗普不仅仅是各种演讲还在继续 而且仍然计划在7月4号 美国独立日前夕 举行多项大型的活动 建议表示国家已经从疫情和经济不景气 还有种族问题示威活动当中恢复了 而这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外界都担心这一系列的活动 尤其是特朗普要在总统山上面放烟花 都会增加人群聚集的风险 美国多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反弹之际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25号表示 必须要接受热点地区的疫情持续存在 政府没有再次封锁经济的计划 而不过德州当天就宣布 将会暂时停止重启经济的计划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美国24号新增34,51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751例死亡 担任新增病例回到疫情最严重时的高值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 有6到9个州的新增病例数在大幅下降 新增死亡病例也在持续下降 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148万 是连续第14周申领人数保持在100万以上 连续申领的人数下降了76.7万 至1952万 库德洛表示相较疫情爆发初期 现在美国应对疫情的工具和经验都在增加 因此不会再因为疫情而封锁经济 可能有某些地方 这对地区的公司 我并不拒认 我并不拒认 但是死亡仍然在增加 而且有很多更新增弹 例如有更新增弹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这些 但是没有 我们不会离开经济 我们不会从健康人士提供的讯息 将可以继续经营 德州已连续第13天打破住院人数记录 24号报告5551例新增病例 再次打破单日新增记录 凤凰卫视王悠悠 白帆 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逼近了250万例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德雷菲尔德 在25号表示 美国的感染人数 可能比现有数字还要高出10倍 大约有5%到8%的美国人 都已经感染新冠 美国单日新冠确诊病例 在24号打破了两个多月以来的记录 达到36,880例 确诊总人数超过了240万人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罗德菲尔德25号 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预计美国感染新冠的人数 可能已经达到2000万人 占总人数的5%到8% 罗德菲尔德表示 最开始新冠测试主要是 集中在出现症状的患者 但现在有测试表明 轻症患者或者没有症状的感染者 也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 而且新冠感染人群 也更加年轻化 美国疾控中心研究还发现 患有心血管疾病 慢性肾脏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炎 肥胖症的患者 都是属于高风险人群 罗德菲尔德强调 新冠病毒大流行在美国还没有结束 而美国拥有的最强大的抗疫工具 仍然是保持社交距离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 华士们报道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突破了968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48万 美国单日再新增3万多例 累计超过了249万人感染 而巴西累计确诊打破了120万大关 壁卢也增加了将近4000起病例 累计是268000多例 俄罗斯再增加7000多例确诊 累计突破了61万 一度是重灾区的西班牙 意大利新增病例降到了400例以下 印度再多18000人受到感染 创了单日确诊新高 累计确诊超过49万例 15000多人死亡 巴基斯坦也新增4000例 累计确诊人数突破了19万 伊朗累计超过1万人死亡 南非新增6000多例 累计超过了11万例 而塞内加尔总统 因为曾经和确诊者同场 目前正在自我隔离 近日德国不同地区爆发了 多起聚集性的感染事件 新冠病毒的基本感染数值 更是由上周末的1.79上升到了2.88 我们一起来看当地记者发回的报道 根据德国疾控机构 罗伯特科和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数据 在过去的4天 德国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值 也就是每名感染者可传染的人数 为2.76 而若想长期控制疫情 这一数字必须低于1 在德国基本传染数值的大幅上升 主要是由于在北魏州 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 和柏林的区域性爆发有关 对于北魏州的通尼斯肉类食品加工厂 是德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厂 而在这家公司的6650名员工中 确诊人数超过1500名 占到总数的23% 此次的爆发是德国于5月中旬 逐步解封以来最严重的一起 因此当地的防疫措施 必然也会再度加强 但仅仅是区域性的 并不会扩散到整个德国范围内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也在当地时间 本周二召开新发布会 对目前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研究人员表示 目前德国的情况 依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因为德国的医疗资源储备 包括重症病房 呼吸器的数量 还远未达到超载的状况 本周二召开新发布会 目前研发新冠疫苗的 英国高校研究院所 已经开始招募志愿者 进行人体临床试验 如果一切顺利 英国希望在明年 向全球推广试验成功的疫苗 而与此同时 英国政府也警告国民 对于疫情的防范 还不能够松懈 最新的数据显示 仅在英格兰地区 已经有超过10万人 被追踪检测之后认定 需要自我隔离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未来几周 会向300名志愿者 接种两次 时间间隔为四个星期 相关的疫苗 早前已经完成动物实验 显示可以安全达到 免疫反应 在10月份 研究团队将向6000人接种 如果一切顺利 明年将进入量产上市 明年将进入量产上市 所以它应该先进入美国之后 因为我认为美国政府 会成为第一个人 提供疫苗的数据 提供疫苗的数据 但这并不认为美国之后 英国政府对疫苗的成功研发抱有很大期望 日前还安排英国威廉王子前往同样在研发新冠疫苗的牛津大学访问 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在4月份进入人体实验阶段后 在5月以英国的药厂签订协议 希望尽早对全球市场推出疫苗产品 但在疫苗成功问世之前 英国政府警告民众还是要防范疫情扩散 伴随高温天气来临 包括布莱顿、伯文茅斯在内的英国多座海滨城市 都被发现有大批民众聚齐消暑休闲 根据英国公立医疗部门最近三天的追踪调查 仅在英格兰地区就有超过10万人有必要自我隔离 避免英国出现第二波严重的新冠疫情 福皇卫视曹杰、张顿、伦敦报道 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因为新冠疫情关闭了100多天之后 在本周四重新恢复开放 管理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以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作为巴黎的地标景点 埃菲尔铁塔的重新开放受到了外界瞩目 这次长达104天的歇业期也是铁塔自二战结束以来关闭最长的时间 在周四的开放日一早就已经有很多游客登上铁塔游览 但是按照防疫规定 11岁以上的参观者必须佩戴口罩 游客之间也必须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 由于电梯暂时没有开放 游客只能通过步行楼梯登上铁塔的二层 而铁塔的顶层将于夏季末开放 铁塔的管理方表示 为了准备这次的再次开业 公司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埃菲尔铁塔在疫情之前 每天能够接待两万五千名游客 在周四的重新开放首日 大约只有三千名游客到场 为了吸引法国国内游客 铁塔管理方调整了票价 而同票价格仅为之前的50% 法国政府就表示 为了振兴旅游业 全国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 将于下月开始全面开放 凤凰卫视江新 巴黎报道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24号宣布 决定7月初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特朗普会晤 庆祝墨西哥 美国 加拿大 三国新贸易协定的生效 但是有关决定也遭到了 墨西哥反对派和媒体的质疑 洛佩斯表示 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 主要是与特朗普总统共同祝贺 将与7月1日生效的 墨西哥 美国和加拿大 三国新贸易协定 所以希望加拿大总理特朗多 也能够到场祝贺 La visita tiene como propósito iniciar la etapa nueva en el tratado económico comercial con Estados Unidos y Canadá que es algo muy importante para los tres pueblos y las tres naciones 对于有媒体和反对派人士 质疑 在美国大学前访问美国 是否会引发 美国民主党一旦获胜 给两国关系造成 负面影响的威胁 洛佩斯说 访问没有涉及 美国学局的政治目的 2018年就任总统之后 洛佩斯就解散了总统卫队 出售了总统专机 他的首次卫法也不会 趁坐私人装机 而是选择商业飞机 飞抵华盛洞 他的主要随行人约有 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经济部长马尔科斯等人 凤华卫斯加美军 墨西哥城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 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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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一起来关注到 新疆和田地区 榆田县 在26号清晨的5点前后的一个小时之内 发生了多次地震 最大的一次是发生在5点05分 强度达到里市6点4级 震源深度10千米 暂时没有伤亡损毁报告 新疆地震局信息显示 镇中50公里范围之内 人口极其稀少 100公里范围之内人口数大约是2000人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端午节假期期间 内地的多个省份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 导致严重的水灾 大量的房屋道路被淹 目前各地的救援队伍都正在全力的排除险情 转移受困民众 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6号 广西 湖南 广东 江西等地有大道暴雨 并可能出现局地雷暴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公众需留意山体滑坡 沉乡激烙灾害的风险 连日的强降雨导致全国68条河流发生超紧以上洪水 在南方地区多个省份发生严重险情 25号凌晨 江西吉安安福县泰山湘泰山河上游河道灌溉堤地被冲毁 导致河流改道 附近道路和房屋被淹 救援队进村逐户搜救 并在水师迅猛的位置采取拉绳救人的方法 目前安福县已转移疏散8500多人 在贵州台江 地势低洼的村庄已成一片汪洋 积水最深处高达10余米 救援队驾驶冲锋州顺利转移40名民众 在广西贵港 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一辆越野车被困水中 并被大量树枝和漂浮物包围 道路旁是一条深河 被困车辆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 消防员到场后 利用拉梯架设踢桥 并用救援绳捆腰 靠近被困车辆 最后成功将司机挪到安全地带 云南银江县一处村庄24号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三人失联 灾害发生后 消防队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但受灾地点仍有发生二次他方 及泥石流的风险 目前已转移177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字 内地在24号新增了19例确诊 其中14例是本土病例 北京13例 河北1例 另外有5例是境外输入病例 分别是甘肃3例 广东1例和陕西1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是境外输入 当天没有转为确诊病例 现存确诊病例当中 以北京最多 其次是上海 甘肃和河北等地 港澳台地区方面 香港一名确诊男患者 在25号凌晨病逝 新增的确诊人数是14名境外输入病例 而在台湾新增一起境外输入病例 端午假期首日 全国总共接待了国内游客超过1700万人次 实现了旅游收入44.7亿元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相关负责人 在25号晚上介绍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期间 各地旅游景区将会继续坚持限量 预约和错峰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景区的开放管理 接待游客数量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30% 据统计 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1万家 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 而假期首天 各地景区通过科学规划游览路线 加强关键节点管控 特别是在景区出入口 景观平台 以及交通接拨点 购物餐饮店等容易形成游客堵塞的区域 加强巡查和疏导 有效地防止了人群聚集发生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卢冠飞介绍一下 冠飞你好 前日早安 台湾的报纸消息首先带您关注 台湾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5号宣布 新增一名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确诊病例 患者为60多岁的男性 从维地马拉返台之后确诊 据了解男子曾经在维地马拉就医 两次筛检都呈现阴性 但是症状持续 反台主动通报之后确诊 被台湾的官方列为第447例确诊病例 台湾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台湾的端午廉价总共四天 是新冠肺炎疫情解封之后 首个廉价 交通部预估会有大量的出油车潮 但是程度是大大的超越想象 从台北连接台湾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 从24号晚间开始塞车 直到25号的晚间才舒缓 整整塞了32个小时 许多用路人都抱怨 塞车就耗掉了一天假期 台北今天的采访重点 今天是台湾短午廉价的第二天 台湾的交通部预估高速公路南下车流 还是持续塞的 呼吁用路人不要在尖峰时间出门 改走替代道路 不然行车时间可能会是平常的4到5倍 及时的交通资讯 台北战会带您来掌握 最后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情宣布 逐步开放来自低风险地区的 境外生来台复学 并以应届毕业生为优先 目前共有2000多名的境外生符合资格 今天有8名的境外生即将入境台湾 最新的消息 台北战议会带您来掌握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 时间交换给陈子 好的 感谢冠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表示 已经获批建筑许可 在英国耗资10亿英镑 新建一座研发中心 华为表示设施将会雇佣大约400人 集中生产用于光纤通讯系统的光学原件 早前有报道指出 中心是坐落于剑桥附近 而华为副总裁张建刚表示 英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及开放的市场 也是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 英国不离美国警告 本年初宣布允许华为有限度的参与5G网络非敏感部分建设 市场份额最多是有三成半 而目前英国官员正在就 因美国5月公布对华为的贸易限制 检讨配置华为设备的特别指引 预计未来数周将会有决定 因应新冠肺炎大流行 对于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仍然不明朗 美国联邦储备局在周四宣布 限制大型银行派息 并且禁止进行股份回购 措施最少是维持到今年的第三季末 而受到消息影响 周四大涨的银行股在盘后交易时段转身为跌 美国联邦储备局周四发表声明 指银行业在年度压力测试中表现良好 但在另一份评估新冠疫情 对经济和金融体系影响的报告显示 潜在风险为银行派发股息带来了疑问 根据测试分析 银行业在经济严重恶化 即出现W型复苏后 可能蒙受最多7000亿美元损失 美联储认为 有关银行似乎难以承受 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情况 同时经济前景也不明朗 因此决定为每家银行第三季派息金额设定上限 不能超过第二季的派息金额 也不可以超过过去四季的平均纯利 美联储同时禁止银行 在第三季进行股份回购 不过当地大型银行 在第二季已经普遍自愿暂停股份回购 美联储在声明中并没有点明 哪些银行受到最大的冲击 但分析认为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富国银行 由于第一季度利润大减接近九成 削减股息风险最大 而受到消息影响 周四领长大盘的银行股 在盘后交易时段都永生转跌 另外美联储公布 截至周三资产负债表规模为7.13万亿美元 按周减少大约100亿美元 是连续第二个星期路德萎缩 主要是外国央行再次大幅减少 使用与美联储建立的货币互换额度 以及美国的银行对回购操作的需求 如今一步下降所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四是反弹收高 三大股指尾盘涨幅都超过了1% 收复了前一天的部分失地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冲上了1万点的关口 市场也在关注美国疫情以及经济数据 加上市场憧憬美国监管机构 放松银行监管规定 也推动了银行股市大涨 但是美联储盘后宣布限制银行派息 银行股优胜转跌 据起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5745点 上涨299点 涨幅是1.1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017点 涨107点 涨幅是1.09% 标普500指数收报3083点 涨33点 涨幅是1.09% 将请我们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主要估值在今天盘中震荡 最终尾盘收涨 并且三大股指的涨幅都在1%以上 那么今天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仍是美国新冠疫情的最新的局势 以及最新的经济数据 另外呢 今天有关银行放松监管方面的消息 是令美股的金融板块得到大幅的提振 也是引领美股在尾盘强势反弹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工业类的个股在早盘和午盘都表现不佳 尾盘是收窄了跌势 另外金融类的个股呢 在今天是强势领涨 高盛 美国运通以及摩根大通 全天的涨幅都在3%到4% 而道指盘中的生物药类的个股 在早前几个交易日就表现不错 那么今天呢 仍然是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势 另外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以及餐饮行业的涨势 也是比较可观 那么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今天是金融板块强势领涨 而能源板块 云塞料板块 工业板块 在尾盘也录得了比较明显的涨幅 消费品行业板块 今天的涨势较窄 另外电讯板块 今天的涨势也是不足1% 科技板块在5盘人表现不佳 但是尾盘涨势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原油期货价格 今天是收涨1.9% 环境期货价格收跌0.4% 美元指数则是全天 小幅走廊 以上就是星期四美国股市情况 封号卫视陈亲伟 纽约报道 根据美国劳工部 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有150万人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高于经济学家 在此前预计的130万人 而美国已经连续第14周 新增首次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超过了100万人 数据显示 上周俄克拉荷马州 纽约州 德克萨斯州 和新泽西州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最多 全美约1950万人连续申请了 两周以上的失业救济金 自三月中旬以来 共有4730万美国民众 首次申领了失业救济金 美国媒体提到 三月和四月的失业情况最为严重 随着美国经济重启 五月以来 导动力市场持续回暖 在过去的12周里 新增首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在逐步下降 但美国的就业危机远未结束 导动力市场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5号发布就业市场分析报告指出 受失业潮冲击最严重的是 低薪工作者 数据显示 处于工资分配底部 五分之一的工作者中 有37%的人失去了工作 而处于工资分配 顶部五分之一的工作者中 只有9%的人失去了工作 报告指出 由于更多的女性 在受疫情冲击严重的 零售业和餐饮业工作 所以女性就业率下降幅度 大于男性就业率下降幅度 调查发现 年龄较大的工作者 非裔和亚裔工作者 以及未婚工作者失业的风险 相对较高 凤凰卫视 卫唱 陈一秋 华士们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 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美国国会在今年的3月和4月份 曾经先后通过 总额大约3万亿美元的 刺激经济拨款 但是美国政府的监察机构 最新就发现 说财政部和税务局 发放的支票系统 并没有包括死亡人口记录 所以当局寄给民众 应对疫情下经济困境的 这些支票 有将近110万名的收票人 表示其实已经过市 涉及金额大约有14亿美元 再来关注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25号发布了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警告如果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经济再次被封锁 或者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加剧 金融市场可能会再次遭受打击 IMF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 风险资产价格在年初暴跌后 已有所反弹 同时基准利率下降 使总体融资环境改善 为应对严重的市场压力 多国央行采取了大到阔斧的行动 这体振了包括新兴市场 在内的市场信心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 都首次实施了资产购买 帮助改善了融资环境 IMF指出 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 金融市场表现与实体经济形势之间 出现了脱节 如果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减弱 这种脆弱性可能威胁经济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使其他的金融体系 脆弱性问题暴露出来 对于一些借款人而言 高企的债务可能变得难以控制 借款人资不抵债 会给银行带来损失 可能会考验一些国家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部分信心和前沿市场经济体 正面临着再融资风险 一些国家已难以进入市场融资 IMF建议政府在继续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 需密切关注金融脆弱性 并维护金融稳定 凤凰卫视王佑佑白帆 华盛顿报道 再来看香港信报的消息 中央为支持香港经济 最快在下周一将会公布 大湾区跨境理财通的细节 那么消息指出 理财通将会采取封闭渠道运作 大湾区的居民南下投资香港理财产品 或者是香港人北上买内地产品 各设有1500亿元人民币的总额度 而销售模式将会是大湾区银行 和香港银行一对一的合作 互相的委托对方代销本身的理财产品 好 去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 在25号发生了沉船 造成了一人死亡 九人失踪 十七人获救 而这一批获救者都是中国人 一艘载有27人的普通机动船 在25号凌晨 在蓝沧江和南班河交汇处翻沉 西双版纳州迅速启动了 应对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派出16艘搜救船 以及将近400名公安 消防和干部群众 在沉船事故地点 以及附近的水域 合力搜救落水人员 目前已经搜救到了17人 他们都是中国籍公民 身体无大碍 而相关的搜救和事故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当中 涉事船只是缅甸籍非法运营船只 我们再来看到一则 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 巴基斯坦的国营航空公司 在上个月曾经在卡拉奇坠毁 这个事件还在持续地引发了关注 那么巴基斯坦的民航部长 最新是在国会上面表示 说调查发现巴基斯坦有超过三成 也就是大约262名民航机师 他们持有的机师执造都是造假的 而这些造假的执造呢 要么是伪造 要么是请别人代考来通过考试 那么目前呢 巴基斯坦的国际航空公司 已经勒令公司内将近三分之一的 持有伪造或者是可疑机师执造的机师 停止飞行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 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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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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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